現在我們要用這些素材來做一隻小狗 那這一個東西是青蜂的種子 那像有長羽毛的一樣 那我們可以把它掰成兩半 這兩半就可以當作是耳朵 耳朵 那這個可以比較小的當作尾巴 這是青鋼粒 那這一個是科德科植物的帽蓋 就是這個的蓋子 總共有四個可以當作腳 那這個可以當作眼睛 這是北美紅粒 還沒有成熟的果子 這是青鋼粒兩顆 我們可以當作身體跟頭 好那首先呢我們來 首先我們來做這個腳 那做腳的時候我們大概要把它分配一下 這兩個差不多大小的放在一起 這兩個差不多大小的放在一起 然後我們在這邊上膠 然後把這個兩個黏在一起 那我們用什麼黏呢 我們用這個熱熔槍 熱熔槍要注意有插電 這邊是很燙的 非常的燙 所以不能摸 這個是熱熔膠 加熱之後呢它會 這個 溶解 溶化 然後變軟之後我們就把它黏起來 來 大概分好了以後我們就把這一邊 你看一下齁 我們沾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太多 然後這個會有虛虛齁 虛虛呢 把它大概弄斷齁 然後把它沾起來 兩個黏起來 不要太多齁 那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沾一點點 不要沾太多齁 沾太多並沒有幫助 好 然後呢 把它組合起來 好 組合起來讓它乾 好 差不多了 過一下子這個就乾了 那這個會有 會有虛虛齁 我們看到會有虛虛 我們就把這個虛虛拔掉 現在它已經差不多乾了 這虛虛拔掉 這個等一下我們就當做腳 那接下來我們來黏它的身體 那我們想想看齁 這個當做身體 這個當做頭 那我們要用這樣子兩個黏起來 你可以做角度 也就是說 我們在黏的時候呢 稍微 頭 稍微的彎一點點 會比較好看 有角度 如果你做的這樣真正的會 也就比較沒有 那麼活潑啦 好 來 我們把它黏起來齁 首先我們在這邊 散一點點膠 好 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太多齁 然後我們把它這兩個黏起來 一個角度 好 就這樣子 好 有沒有看到 好 你這樣看就比較清楚啦 這樣看比較清楚 這兩個就放著 我們就讓它乾 讓它乾 那等一下呢 好 我們就要把它這樣組合起來 好 身體就是組合起來 好 這樣子齁 所以我們在黏的時候呢 上膠要上在哪裡呢 上在這邊 好 我們大概位置都取好了 好 上膠 我們上在這邊 好 讓它能夠黏住身體的齁 好 好 好 這邊也是一樣上一點膠 好 因為這個肉籠膠 它很快就會乾掉 所以呢 我們要把握時間 好 差不多了齁 差不多了 我們就把它放上去 好 那有粘大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 微的 把它拔掉齁 好 調整一下它的距離 好 把它已經乾掉了 好 那這樣子一個形狀 就差不多出來的 我們從側面去看 就是這樣子嘛 腳 身體頭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好 那組合好之後呢 我們把尾巴加進去 那尾巴是這個 用比較小的 我們可以看 看哪一個角度會比較漂亮 來 現在我們把它 這邊上一點膠 好 然後我們把尾巴黏上去 讓它乾一下 好 那你從側面這樣看的話 這形狀就出來了 這隻小狗的形狀就出來了 好 然後呢 這兩個比較大的 好 我們把它當作大眼睛 好了 把它當作大眼睛 大眼睛 我把它黏到這邊 一個眼睛 這邊 一個眼睛 好 那現在我們把它黏上去 好 肉龍蝦會燙到手 所以要小心 好 我們眼睛黏到這邊 稍微的固定 等一下 好 另外一邊 我們把眼睛黏上去 因為這個 東西比較小 所以小朋友操作會很難 所以爸爸媽媽要幫忙 好 好 好了 這樣就差不多了 你從側面看 就是 狗的形狀就出來了 萬一掉了怎麼辦 那掉了沒關係 我們再把它 它為了加一點熱 再把它黏好來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黏耳朵嘛 耳朵你可以向下垂也可以向上 好 我們是沾一點膠 好 沾一點膠 好 假如我要讓它把耳朵向上的話 黏在這邊 稍微的向上一點點 OK OK 這就是耳朵了 耳朵 耳朵 好 這邊呢也是一樣 好 黏上去 好 我們接下來就是讓它乾了 好 那這樣一個小狗就出來了 好 這邊會有很多吸吸 我們就到時候把它拔掉 好 多的東西我們就把它收起來 那這樣一個小狗就完成了 那這個小狗完成之後 等一下 我們就可以去彩繪它 好 好 包括這邊眼睛的部分 好 包括它的身體給它做一點斑點 或一些線條 就利用我們之前學過的 好 點畫或者是拉線條的方式 好 這樣子這個 就基本上我們就完成了 好 你從側面看是看到的是 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好 好